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的三国杀视频 然后如果是看周期视频的所有呢 就说句抱歉 我可能以后不太会录这期的视频了 具体的原因呢 我们待会儿给他聊一聊 我们开始看今天的第一局 这期视频给他带来总共三盘 最近其实赢得很多 最近胜利应该在52以上啊 每天都是正的战绩 我们说的正的就是赢得比输得多 每天都是如此 最近一个星期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现在胜利应该是 亲国战的胜利应该也接近50了 或者超过50了 我没有继续统计 但这最近的战绩是特别好 包括打出15副这种战绩 也是有好几天的 所以这个总的战绩可能就比较高 那为什么不播自有期的视频 或者会录的少 主要是我们不太会播自有期了 我们来到虎牙之后呢 这个合同也签了 但是工资一直没有落实 据说呢就是人气没有达标 没有达标的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我在 在放视频 中播的时候在放视频 有的时候这个人气就拉的比较低嘛 后台真实就只有二三十个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我们还在给他播自有期 播自有期的所有看的人也比较少 也会把我的平均人气给拉低 所以以后就不太会播自有期 也不会放录像了 所以大家只能在优酷 或者我如果精神好 就会上传到虎牙的动态里面 所以你只能在这两个地方看到这个视频 而我自己做的视频部分呢 其实是我认为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不够或缺的 而且比较精神的部分 那不能不能放啊 也是比较遗憾 那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优在优酷的朋友 如果你一直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也可以来啊 我这边支持一下我 我从来没提过这个要求 我提过吗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直播就是也没提礼物的要求 反正直播的时候就是觉得要个牌子啊 要给一块钱 但是现在他们的规则 游戏规则变了 就是现在的人气呢 是以礼物来堆积的 比如说你其实人气给你2万 然后一个血皮就是5000 两个血皮就是3万 再刷一个魔法术就是4万 再刷一个钞票箱就是10万啊 现在的规则是这个规则 其实当我了解到这个游戏规则 我心里面是很不爽的 那你这样的话 我怎么能达标呢 我的人气 我的人气就会排到很低 因为我不要礼物呀 包括在熊猫的时候有一个土豪 花了几百万不看直播的一个土豪 我只对他要过一次礼物 他正常看我直播 我只要过一次礼物 后来从来没套过他 我本身也不是一个合格的主播 那我们这样以直播作为一个第二职业 或者是就是搞着玩的一个来讲的话 就感觉有点难 就可能活不了了 好吧 先扯就先扯到这 所以在看视频的优酷的所有呢 倒是可以下载一个虎牙 来看看我在直播的时候是怎么弄的 你看视频就是 其实我在直播里面问题比较多一些 主要出现就是记不到牌 这局呢我们选的一个假虚旅布 这边钉峰呢就很奇怪 他看了我好像是 他就一直一直一直杀我 一直一直杀我 看一下他他这边 对他看了我 他看了我 我可能要乐一下这个顺畜的 这期的视频呢总共只有三盘 但是他每一盘时间都比较长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我要和大家今天讨论 真正能把这个国上这个这个 这个水准能拉 能拉高到我这个程度的 其实没有几个 甚至来说我都可能说没有 因为我这个我这个胜率 没有人能做到 没有任何人能做到 但是其实这个 但是又话说回来 这个游戏需要做到这个程度吗 我也不知道 需要做到我这样这个程度吗 就我已经把这个游戏做到极致了 就在在直播的时候做到极致了 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思考中做到极致了 但是有必要吗 对不对 这是一个游戏 来看我们这盘是怎么去去进行运营的 现在我们的菜脉机跟着也亮出了 砍了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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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了一个B哥 那我们挂一把刀过了 我这里是没有去杀定缝的 有几个考量 第一个考量如果我直接杀定缝呢 大桥顺测会马上把注意力转移到我身上来 我是暂时不想被打的那个人 虽然是三个我 但是我呢不想被打 让这个菜脉机一起去考虑点伤害 因为你打过大桥之后呢 大桥会马上被打的那个人 他马上反映出来应该打你 丁峰看了我呢 他也 我也可能是个卫国人 我也可能是个蜀国人 所以大桥和丁峰的信息 并不是完全一致的 他看到两个群雄去反打菜脉机 鱼籍的概率相对来说更高一点 所以这里我是不准备亮降的 我的帷幕呢 大家看到也是没有预亮的 所以刚才大桥说不定呢 觉得我有可能觉得重 也可能是我刚才打开了帷幕 但是我现在就是关掉了 我是不准备出来的 这两个队友就是让他们去帮我抗伤害 其实很多时候弱将啊 大家要注意 弱将在这个局里面 有的时候我为什么推荐大家玩世界将 有一个很重要的缘由是什么呢 你世界将可能强度也不高 但是你帮你队友扛刀的能力真强了 比如说你有个核心国将 是一个貂蝉或者是一个双侠 你按着你是个世界将 你可以去拉嘲讽 然后你可以帮你的队友扛四刀 但是你说一个三血的将 有比较弱的话 你只能帮你的队友扛三刀 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对吧 我扛的伤害越多 我拉的仇恨就越高 我吸引人性性杀的人力 很多我的队友存活的概率就变高了 所以这个东西也是一个在国战里面 隐含的一个条件 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不黑任何的一个世界将 这个理由呢 是我们第一次提出来 但是这次真是存在的 也是大家要注意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是特别不喜欢我们的队友 在玩的时候 队友选一些三血的这种不强的将 而且看或者是看似很强 实际上又不强 操控有很高的将 因为在这个局里面呢 你发挥的作用真的是很小很小 又不能帮队友扛输出 然后你自身的操控又很高 就很尴尬 这里我准备就 以及弄了我 但是呢 我这里是不准备开乱舞的 我依然没有出来 依然没有出来 还是不出 虽然我是飞舞 但是呢 我不一定是群雄 所以咱是不想让这样的 应该生有皇子 静待时机 一鸣惊人 啊其实呢 我建议这里真鸡 没有很大的必要去出这个桃子 没有很大的必要 当然他认为 让太后去收到这种人头 可能会出现问题 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很难出现 因为 因为我是一个残血的群雄 然后他又即便拿到这多盘呢 也比较残血 最多三个群雄 这个事 我们到这里我会都没开 所以我们打这后我没开 这局告诉大家 我们虽然被这一只笔看了 但是呢 而且被丁空一直在杀 我们呢 是不准备晾将的 还有一点我为什么不建议这个灯盖经济出桃 就是有现在这个模式呢 有可能会产生一个急剧的这个局势的转变 就是突然进入一个熬枪模式 那那你待会儿生血了 或者是比如说比如说真经理这个会合 你没有桃子出给别人了 马上比如说我谁谁谁打完一通 你刚才这个吃不起桃子来 聊天就很惨 所以我们是很不推荐盲布的出桃 我们在视频里面给敌人出桃的次数 应该不超过十次了 关羽在此 尔等受死 幻化于阴阳 藏水之波 莫遇人群 过河拆桥 火上 我是要把这个删了 这个这个东西怎么还在直播闻 幻化之物 终是算不得真的 啊 鱼杰被打死了 但是我依然不量将 而且慢慢的我觉得呢 这局可能会赢了 因为嗯 他们没有人来打我 只有孙权会杀我 但是孙权现在够不到我 关羽 因为我一直不亮吧 就因为我一直不亮 他们也想不到我 这个群权 所以关羽和邓岸一定不会杀我 唯一能杀我的就是孙权 所以我是要 比如说你看这里 我依然是没有亮将的啊 再注意 我的帽子依然没打开 你现在只要暴露是两个 是两个群穷 就还是挺麻烦的 北有美姬 平平难过 所以我的帽子是亮 打开的 但是要看情况 那有朋友说 你这个帽子打开 军事人把他亮 认出来了 我觉得 一般的国战玩家 没这么能认独条 因为我自己是独条认的 不是特别好 而且我又是根本就没看到 这个独条 没关注的 那像我都这样 我也 我也觉得路人 可能没那么注意力 打的时候 过程当中注意力 没那么集中 也有可能没看到这个独条 都有可能 所以 咱不管他们能不能看得出来 我不管 那看不出来 反正我该该看 该开独条就开 该关掉的时候 我就关掉 或者我觉得 他能打我时候 我还有杀 那就和他拼 我也不需要怎么怎么的 你看 孙权也想不到 我不是个群雄 因为三个群雄 你这个 一直没和队友出来开团 所以他在给这个参谱 不停的运魂 他也不会去兵参谱 那现在就尴尬了 被关于看了 那被关于看了一下 落水之波 沐浴人心 这个局面呢 就有有改变了 就被看了你这个身份 长者的价值就没那么高了 不过还好 就是现在这个关于呢 他会面临这个灯爱的进攻 所以他自顾不暇 不一定会来顾及到我这边 还不错 我们把桃子刺起来吃穿四血 那这就很有机会 如果待会闪电 批死一个人进入熬战的话 我觉得咱和一个其中的一个盟友 打一个阵击灯爱还是很有机会的 这里放蓝蛮 我就把蓝蛮给点开了 但是有人不解 为什么这个是要预量无故呢 首先有一点 我这个桃子好不容易才吃起来 我不想再损血 你这里能吃起桃子来 下轮就不能吃桃子来 这是第一 第二呢 这个关于都已经看了我了 我只能抢给这个针击灯爱看 嗯 对吧 只能抢给他一个人 而这个孙权呢 他还是会杀我的 所以我不太想被孙权掉我的血 因为他知道我是飞无嘛 我刚才去杀了孙策 所以这里就选择亮将了 我弄一个东西 把这个他妈删了 老是来一个什么 直播不一定幅 放快一点 华尔乃 战者 粮草为先 北有美姬 平平难过 那其实有的是G 我放出来的时候 但是其实也可能有点感觉有点平淡 其实并不是 因为这个选择很重要 在每个轮次的选择都很重要 比如说你杀的是谁 你冰的是谁 然后你有没有亮将 你哪个轮次亮将 比如说有10个回合 你选择的是在第5回合量 在第6回合还是第7回合 第9回合第10回合 哪个时机亮将的 这个东西很重要很重要 一块打慢 席不备 现在我就不管了 这个孙权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他一直卡我 打尽熬战者还是会杀我 那对不起 我要乱舞干他了 这里为什么开乱舞 本身这个乱舞 是要为真机量身定制的一个乱舞 这里我希望这边冠羽去砍一下孙权 然后我一个乱舞就把孙权打死了 但是呢 冠羽不愿意 其实冠羽是应该去打孙权的 这为什么呢 尽快的把你和灯爱的单挑解脱出来 我和你一起打灯爱 对吧 你帮我杀掉孙权 我和你一起去管这个灯爱 这是一个最好的情况 你现在一个人面临灯爱的话 你压力非常大的 你打不过他 所以你应该帮我 应该帮我 咱们一起去打这个真机灯爱 你的压力就小了 因为真机灯爱可能会来杀我 而现在这个冠羽不及时的帮我去处理灯爱的话 待会即便进了上一局 灯爱真机的注意力 还有可能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 所以这里冠羽呢 我建议他在乱舞的时候帮我去杀孙权 你看你一个人扛不住你 即便你是个旁逃 还有点呢就是大家玩的时候对吧 就真机完成一个惯性了 我集前面十分钟都在处理关羽 那最后我还是可能会打你 所以关羽应该及早的把真机的思维 从这个游戏里面拉出来 尽快地拉进上一局 这个也很重要的 因为在四人局带流的时间过长 真机如果杀上你 杀上瘾了 杀了十分钟已经上瘾了 最后有可能到上一局 即便你亮出旁统 他还是杀你 这是在玩游戏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的一个点 所以我们这个这期视频 这局录像我们给他贴了几个概念 大家要明白 他既然把自己连上去了 我们就借助这个贴手连环 去压一下真机的血线 藤甲其实也可以考虑挂一挂 但是我们看到当然有个惯石 什么 他就杀上瘾了 这真机就杀上瘾了 我现在打你也是打你 我待会去杀一个嗜血的吕布 他也是嗜血 你一个 你一个彭筒 那也是两三血 对不对 那我就赢了 战者 粮草为先 我们这里准备换刀 把他的这个加码射掉 然后庞统再一刀砍死他 我就赢了 这会儿呢 他们就已经赢不了了 怎么没有赢呢 就是庞统在乱我的时候 是应该帮我处理掉这边瞬间的 很重要 然后他一旦把瞬间打死之后 马上亮出庞统 紧跟着瞬间亮出庞统 这个游戏结果就完全不同 对不对 现在这个真机灯亮又没那么厉害了 我手上留一个戒刀 留一个绝刀 那就是我赢打 这局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个人讲究点 还是有一些讲究点 希望这种思路呢 大家要去理解 但是有的时候不不解的 你出来干什么呢 藏着呀 那么再看第二版 选了一个点不约见 不知道新国战出来之后 这个三国三国战玩家有没有流失啊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新国战的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的 我唯一不满的一个点 有两个点 第一个是 我好像在视频里面提过 就是他有 有的把一些武将技能改得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我觉得不太好 就是国战呢 他是一个入门的一个标凤武将 比较多的一个博士 所以我希望他们这个武将技能呢 还是设计的越简单 明白 一懂更好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就建议他不需要那个 不需要搞那个先驱和鱼的标记 这两个也是我觉得不好 就是你搞这两个标记呢 就是把这个模式呢 又搞得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其实他的模式越简单越好 因为排队结构也很简单 然后模式也很简单 然后就是我们需要的是 尽可能是需要大局观去磨合 去提升自己 而不要把这个技能 或者是他的一些设计搞这么复杂 这是我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建议啊 大家认不认同 这里我有点纠结啊 我有点想去救 因为让太后拿到很多很多牌啊 他这七张牌可能会打到我身上来 这是第一个点 但是第二点转了一想 那太后都拿到七张牌了 那所有的暗将 8号1号2号可能都会行动起来 帮助打群雄 所以呢 有力也有弊 这反正你拉到这么多牌呢 也变相的拉 拉到你的仇恨 而这后排队结构呢 是有乐不思数的 所以太后不一定会用出这个七张牌来 我当时是怕 三号有人王盾 那七号的这么多牌 可能会倾向到我身上上来 我就要扛很多伤害 所以我当时有考虑想说 他当时转了一想 哎对吧 你拿到这么多牌也不一定的用出来 还有呢 反正嘲讽很高 这边路香香的能力很强 所以我们就不是特别怕吧 看我的厉害 结果这盘是个大会啊 里点非常非常的能搞 其实我建议里点呢 这里他凋谢了 我建议他里点就应该直接出来寻寻啊 因为太后震度你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只要你不亮 你也是个残血的 他一定会震度你 然后当你把你打到一血的时候呢 太后再通过自己的一轮的轮次 再把你杀了 他再发动起了 他是要进行寻寻渐进的 所以我建议里点呢 这里应该直接的开始寻寻 不管你能不能凋谢 不过呢 这盘真的是个大会 我们就野了 那野了我们要怎么操作呢 呃 留个沙在身上把房下弄 然后局势马上进行这个可能会打熬战 所以我抽酒呢 选择留下来 张角也没去改这个雷 他有他有黑桃的 他有黑桃没改 他希望四马去改吗 我不知道 他没有改 他批的是路香香 我这里有点纠结 要不要出这样杀 因为很可能马上进入熬战 所以如果我不出杀的话 那有可能这个血就就白掉了 但是我出杀呢 他会又知道我是飞群 我当时每个环节我还是有考虑的 就是要 要比对一下这个熟轻熟重 我们再做一个 恰当的选择 比如说出桃子啊 或什么时候亮啊 或者是 要不要去杀他呀 那种的时候 要考虑一下 这个你看这异样区还是挺强的 张角也虽然把这桃改了 但是我拿过来 我可能通过脸羊去斩上他牌 我就觉得这个鱼啊 和这个仙区啊 没必要啊 没必要 不知道他怎么认为的 我觉得没必要 然后这些技能调整是有必要的 没必要把这东西搞这么难复杂 因为很容易忘啊 我玩的时候也会忘的 也会忘 所以我相信很多 朋友在玩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忘记 也会先去没用 或者鱼 别人还有鱼这种情况 没必要搞这么麻烦 简单一点不行吗 做人简单一点不行吗 我直接就双量了啊 我不管 我这里是准备打死假许的 这里为什么打死假许呢 打死假许之后 进入熬战之后 我就比较有优势了 场上都是残血 这是第一个考虑 这是第一个考虑 然后注意我们那轮是留 这轮呢 我是准备 我一直留这张乐不是属在身上 大家注意 我们留牌 为什么会留这张乐呢 因为我当时就觉得进入熬战之后呢 那太后会震毒啪 张乐死啪 那太后会拿到十张牌左右 所以我不太想太后这个牌能用出来 所以我去 这个张乐其实打还是挺好的 这局 他把这个太后的一张牌单偷了之后呢 香香就不会死 那香香就可能会和司马接音 但是很奇怪 香香特别怪 香香在杀这个司马 老夫进军平乱 岂能空手而归 我有点 有点 我有考虑效果这个动作 但是他丢个 他可能大概会多武器 先把咱们杀了 可能这一轮我就要收割全场了 点尾非常强 火攻一下 不错 长袭 打死 一个难蛮 这局好像没有什么过多的亮点 唯一的亮点是 我立即留了一张洛布施鼠 这张洛布施鼠为什么要留 因为一旦考虑到熬战模式之后 太后极有可能成为全场最厉害的那个玩家 他会离得很多很多牌 即便我的状态很好 太后收到大概十张牌 十二张牌启动我还是很有危险 所以呢一张洛布施鼠一定要考虑到 进入熬战之后 你叫这张洛布施鼠要热谁 是不是要去把这个太后给热住 避免他待会儿进入单挑也好 怎么样好会对我形成击杀 哎我少存了一局啊 哎我那局录像没有保存吗 哎呦 哎被我删掉了 完了完了 我放完了这是最后一盘 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盘好像不在啊 不在那盘 那这盘呢我们选了一个小小瞬间 在优惠的朋友如果你正好 呃有虎牙或者是你一直看我这个视频看到很长时间 你可以来来点个订阅或者关注一下主播啊 这也是我们不太愿意提的要求 这没办法了 形式时呢这个环境已经不一样了 以前就播的玩一玩 现在呢好像你做一个 做一个娱乐或者做一个业余的爱好的话 可能有点问题了 因为我可能就只能 只能随随随便播了 什么工资什么的就可能要不到了 想干好一件事情 还是有的时候感觉你如果不把所有的注意力 其实在一个事情 心无旁骛的干的话 还是很难成功的我发现 我这个直播也好 视频也好 都是 我不是个游戏达人啊 这局也有相当相当的细节 我们给他慢慢的盘 在为什么我做直播的时候 大家 嗯 有的我只没有去讲解啊 做复盘的时候 我会讲解的非常非常细啊 但是做直播的时候 如果我讲这么细的话 有的人觉得你这个很烦 你的主播一直逼逼个不停 因为我还很会讨论队友的问题 你说主播烦不烦 你一直逼逼 人们逼个嘴什么的 然后我一直讲而且 我如果一直讲讲细节 讲细节的话 我自己直播也比较累 所以只能进行复盘的时候 讲这么多 但是那那这样的话 我的复盘会和可能是这个 我直播最精髓的部分 放箭放箭 我的八号阵风不停电 此最可免 我最难受 停入膏荒 我叼了个八号阵 但是来了个什么队 比如说我其实讲一讲 华佛到这里 他看到曹批的时候 去拆我八号阵这些行为 其实是都是满不应该的 就很不应该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很不应该 但他觉得无所谓 其实是很不应该的 我们这里压制曹批的鞋 然后打核心 我们不去管这个曹批 徐晃 虽然徐晃贴着我 但是我依然进攻是核心 你看就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说是 比如说这个徐晃是个脏霸 啥啥啥啥的 按着去拉下仇恨 或者怎么怎么跌 会帮曹批扛很多伤害的 他就是个世界白板 就是曹人脏霸呀 或者啥啥这种武将类型 你别说这个这样弱啊 不弱 他按着的时候去拉拉仇恨 你还要顶一些 顶些这个脏霸的那个技能 然后呢 对吧 他按着搞搞一搞 他保下了一个曹批 或者真是这样的核心 然后真机爆发一轮 或曹批发一轮 人心上一下 很容易就赢了呀 所以世界上真的很厉害很厉害 我这里就要弹他了 我其实手上 只有唯一的一张万剑挤发 当时他不翻我的话 我还特别怕这万剑 弹他的时候再出个桃子 把这万剑送给曹批了 让他收割 这种盖率是有的 但是他如果没死的话 他放万剑 我会继续添香曹批 所以曹批还不一定敢放 所以现在小乔的技能是有一个很很不错的增强 他变成了一个体力游失之后呢 很多卫国人就有 就有点问题 还有一种打法就是 如果你觉得直接杀卫国人会比较麻烦 你如果是一个群雄或者是一个巫国人 你可以通过杀小乔来完成对卫国的击杀 小乔数个手牌比较多 有三个三张 三五张 你杀小乔 小乔就弹这个超级弹国家 他们也不能卖血 这也是能达到的一个配合 而且小乔孙 小乔孙金这个将 现在非常非常强 因为他是一个极其副超红 副超红到极点的一个武将 他有两点 第一点他英魂的技能 第二点他天下的技能 这两个技能完美的搭配 你杀我吧 我好不容易掉了一只鞋 我待会还会巴里的牌 那单挑也很强 然后呢熬战也很强 绑架能力的也很强 这两个能力非常非常的付出 所以大家我很很很愿意把小乔孙金这个组合呢 推荐给大家 以前有些周泰的组合我觉得很强 但是现在这个小乔孙金这个组合也非常非常强 这我们是不准备弹人的 大家别轻易的去弹人 因为小乔的天香牌是不一定能随时的拿到的 所以你要很珍视自己的天香牌 这个天香牌如果在没有必要的时候 或者不是在危急时刻 不要随随便便的使用它 因为你比如说下轮就可能摸不到了 对吧 就可能摸不到 所以你不要下轮的下谈 每次就是谈谈谈谈谈 你不能说自己一定就能摸到黑桃这个红桃 虽然这牌队里面有一半是 所以我们平时在建议大家 不要觉得你一定能摸到杀 也不一定能摸到你想要的牌 你说牌4多呀杀4桌的4多呀 20多样杀呢 然后黑桃也多呀 25%呢 长话也多呀25% 你不一定能摸到朋友 有的时候牌队就要好你做对 所以你要珍视你的一些的天香牌 看一下我们这局怎么做的 打进这样的时候 这局就基本上就赢了 为什么呢 这个灯爱虽然也很厉害 而且他还是个副将灯爱 很难被打死 但是相较于小球瞬间而言 你觉得谁更能更难被打死 那肯定是我 所以我们就绑架灯爱了 你看这个群雄来敢聊我一下吗 完全就不敢 但是董卓当时董卓我建议他 其实我们我在直播里面通常会 会去说对手的一些问题 很多很多水友是不太喜欢的 其实我说这些性 这些东西的目的呢 不是要说我多厉害 是想告诉大家 大家在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 不应该去出现这种 这种失落 或者这些问题 比如说这里 董卓呢他不应该就这个 这把接着把刀 你接着把刀 那这个马腾就不能杀强行强重灯爱了 本来灯爱是中乐的 如果杀掉两起 你这里再拍个双熊 直接把灯爱秒杀了 或者怎么怎么样 或者马腾有9杀 把灯爱杀死或者中乐 你尽快的进入一个一打二 打我一个小权 瞬间是比较有优势的 我这里要连一下啊 就连一下 为什么要连一下啊 大家待会看一看 然后这里砍这个马腾一下 那他火攻有没有打中 没打中 还有点呢 真气灯爱的刘牌要非常非常的注意 他又被贴了张乐 你看现在马腾就很僵硬啊 你杀谁呀杀小乔吗 你看我这个就不会被打 你打我掉个血 我就给灯爱一魂 你不打 你打 要不我就给天香脸 所以这个这个组合太恶心了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视线小乔 是些小乔 他的感觉就和小乔铝萌一样 而且感觉比小乔铝萌还恶心 你看灯爱这里存牌就没存好啊 存了桃子在身上 这里灯爱的存牌呢 一定要存很多杀在身上 避免被双重打死 他不该留桃子 这是灯爱的真机的鲁牌这个问题 我这就划 我逼一下马腾又不杀马腾 实际上这种损杀留着 我这里是不准备杀这个马腾的 让马腾再帮我贡献一点伤害 真的没有逃 是啥 这轮就可能会摸到一张铁锁连环 刚才连就是铺垫上去的 一张铁锁 现在我们那张属性杀 一张雷杀也是没有出的 什么时候出 一击致命的时候出 这样灯爱扛两刀 这个抖着的伤害 最后续抱一张属性杀 一个铁锁连环的铺垫 完成 击杀 灯爱也是说刘皮 不是我刘皮 是你唇牌没称好 你被乐不失所双雄决斗的时候 就很难受的 但是呢 这个局的真爱 灯爱真的真的很难赢 因为你的盟友是一个小小瞬间 太难了 很难 基本上打赢四人局的时候 我其实就已经赢了 只要我不犯失误 我不犯蠢 我不是个傻子 就能赢 所以 其实说白了 不是我们玩的好 是我们选这样选的好 还有一局比较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局呢 我记得我当时是保存了的 好像但是呢 找不到啊 就只有删盘 不知道跑哪去了 可能不小心被我删了 那局还有点意思啊 这期的视频呢 就给它录照着 我看有没有 不行 我想有没有哪一局能补一补的 不是 我现在都没有保存 应该是不能做成视频的 所以大家想看我们平时的表现 或者是 呃 有的比如说比较遗憾的 我没有保存下来的视频 感觉还有点意思的 就是来关注我直播吧 我在虎牙直播 18004959是什么的方向好 嗯 要不我们在这个啥 在这视频里面都应该贴出来 我一直没给自己做推广啊 我在虎牙 我在优酷还是有1000的粉丝的 我在虎牙也播2000的订阅 在熊猫倒是有几万订阅的 熊猫已经倒闭了 我们下次的这个 视频再见 拜拜